叙利亚化武攻击事件现在正在延烧当中 延烧的是什么呢 世界各个国家对于叙利亚是谴责 但是美国准备要出兵了 美国甚至说 我还要延长三天的攻击时间 可是你看看他发表的一些声明 里面讲到的都只有空中攻击 那地面部队呢 为什么没有地面部队 我们必须要看 美军不派地面部队 它基于三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 叙利亚对于美国 没有重大的利益价值 你说它因为现在没石油了嘛 对 它石油已经枯竭 那第二个 如果地面部队它进入的话 它势必会造成绝大的伤亡 因为现在叙利亚一分为三 那第三个 如果再派地面部队 那叙利亚动不动化武 所以你意思说 美国的地面部队如果进去了 可能会造成美军的伤亡了 对 所以基于这三年考量 美军是不会派地面部队 那它不派地面部队要进行空中轰炸 在G20的会议当中 很多国家都反对 但是美国的CIA 奉欧巴马的命令 他们制作了很多的影片 而这个影片都非常的可贵 它证实了叙利亚是用VX 神经性的毒气来运用毒气 来屠杀自己的人民 这个是CIA 它现在影片已经放到全球各地都在播放 那播放完了 它也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影响国际舆论 第二个影响美国国会 就是说你看嘛 它确实是在用话武 我们一定要教训教训它 在美国国会开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发现 欧巴马打叙利亚的决心 越来越坚定 我们可以从兵力部署上面看得出来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现在是杜鲁门号 还有两艘神盾舰 两艘神盾舰 它放在这个地方是干什么 就牵制伊朗 也就是说我已经摆了一艘杜鲁门号航空母舰 神盾舰 我牵制你伊朗 你伊朗别动手 你伊朗只要支援叙利亚 或者伊朗 你只要攻击以色列 或者伊朗 你敢动用话武的话 叙利亚就是你的榜样 所以我觉得美军现在在打局叙利亚 打局叙利亚的真正战略目的 要恐吓伊朗跟压制北朝鲜 为什么 这两个国家都有话武 而核武的力量跟美国没有办法并驾区区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军现在的部署 各位看 一艘杜鲁门 两艘神盾舰就放在波斯湾 另外一个 它尼米兹航空母舰 已经进入了红海 也是两艘 三艘神盾舰 它是三艘神盾舰 配合一艘巡洋舰 各位看这一些神盾舰 所以迷你之后的航母舰队 现在已经要通过红海 准备进入地中海了 对 现在地中海 它本身有五艘神盾舰 摆了五艘了 对 75枚飞弹 如果它八艘的话 大概200枚 200枚我们的估计 一天 200枚 它大概会用晚上 采取攻击的方式 它攻击的方式 是非常的简单 一方面 土耳其的基地有F-16 约旦的基地也有F-16 这两个F-16 但是尼米兹号 F-18 到了地中海的时候 F-18 然后在迪戈加西亚岛 它还有六架 B-52型轰炸机 我们都忽略了 这个是美军在印度洋 最大的基地 那个是英国的基地 但是它逐渐给美国使用 好 过去它打阿富汗战争 它打阿富汗战争 跟伊拉克战争 B-52跟B-2 都是从这个基地起飞的 直接攻击 所以换句话说 美国现在对于叙利亚 它是用海空打击的方式 它海空打击的方式 第一个 它全面性的 它要摧毁 什么 你化武 使用化武的部队的一些设施 它要摧毁掉 第二个 它要把你指管通勤 也摧毁掉 然后第三个 它至少要把阿萨德政府 给打趴在地上 让你没有办法动用化武 或者动用强力的部队 去扫荡一分为三的叙利亚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现在来看 美军 那我想它动手 除了美国国会以外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它假如到了地中海的位置的话 大概就要准备动手 那准备动手 就是海空跟巡弋飞弹的攻击 所以我们了解到 美军的军力部署以后 现在一个重要的指标 当B-52也好 当B-2也好 它在狄哥加西亚岛 一旦住房的话 美军准备动手 美军现在已经是箭在悬上 准备要攻击的就是叙利亚 那马英九现在这个时候 也是箭在悬上 准备要设下来的 可就是王金平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